有关国际社会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 以及政策上的变化 主要涉及到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 我们知道美国曾经在1943年开了会议以后 一直到1950年都在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支持了中国回收台湾的这么一个行动 一直到蒋介石政府签台 这个政策都没有产生任何变化 第一个变化出现在朝鲜战争 那么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大概半年吧 1950年的1月5号 杜鲁门还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 不干涉中国的内政 很快 1950年的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了 两天以后美国政府宣布 第七舰队强行进入台湾海峡 协防台湾 紧接着 54年 签订了日美共同防御条例 这是美台军事关系的基础 随后呢 大约有20多年 没什么特别的问题 因为中共自己在搞清洗 跟的就是文革 中美建交以后 1979年 卡特政府签署了 与台湾关系法 随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这个政策呢 它其实认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 我们看到第二个变化出现在1991年 1991年随着海湾战争的完胜 以及苏联的解体 美国逐渐把眼光 投向了亚洲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国会参众两院 分别通过了 与台湾前途的一些政策 这个法案是当年的 第285号 议案 它组成了1992年 对外援助条例的 一个部分 其实它是与台湾关系法 自从1979年发布以来 第一个 第一个相关的政策 跟着后来出现的 93年94年 那就更多了 逐渐的就解开了对台 武器援助 这个武器销售的一些禁令 老布什政府呢 他在对台关系上 卖的步子并不大 但是他这个调子已经定下来 因为不需要中国在牵制 苏联 所以这个变化 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必然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 下面的克林顿政府 他接手以后 对台湾的这个态度 他有过很大的波动 他改变了一些政策 但是呢 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扶持 他只是提出了 台湾问题的三根支柱 一个中国 两岸对话 和平解决 那么到小布什政府呢 就明确的改变了 对台关系的这个战略 从战略模糊 逐渐走向战略清洗 而且 小布什本人 发表了一篇演讲 其中有这么一段 一个剥夺了民众自由的政权 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他延续了老布什政府 当年提出的 从91年开始 他明确的 老布什政府在 亚洲协会的一篇演讲中提到 中国被列为 亚洲地区不稳定的国家之一 就拿中国当作一个威胁 其实从冷战结束以后 就已经开始 那么我们看到 接下来 奥巴马政权 这八年 其实他做了一个维稳的工作 他在尽可能的压制 台湾寻求独立的途径 以及中共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 这么一个主张 奥巴马下台以后 现在我们看到 川普政府上台 川普的政策 是很明显的 他要借重台湾 强势回归亚洲 美国对台政策的波动 它是一根主线 除此以外 其他几个国家 基本上都是 政治 军事 经济 它是分离的 你比如我们看日本 日本对台关系 它也有过一些变化 它始终没有变的 是投资 1952年到1978年 有一个资料 调查的资料数据 大概是 日本是对台投资的 三分之二 外国投资 它有66% 那么80年以后 日本始终是 对台投资的 第一大投资国 这是指经济上的 这种联系 或者说渗透 从政治上看 中共与日本建交之前 日本一直秉承着 扶奖反共的 这么一个策略 建交之后 开始有了一些调整 冷战结束以后 它紧随着美国 实打实地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提升了 对台关系的这个标准 它实质上 从冷战结束以后 就已经把台湾 视同为一个国家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是2000年 日本原文部大臣 访问台湾的时候 明确地提出 台湾应该 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寻求 重返联合国 那么日本 对台关系 它始终有一个 主旋律 它就是什么呢 它不妨碍 台海两边 去进行谈判 或者说 有一些争执 它一直流传的一种说法 叫做 中共 与台湾之间 发生争执 有纠纷 那属于小夫妻俩打架 旁人不好插手的 但是 中共如果要是 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就变成 吵架的夫妻双方 有一方要杀死 另一方 这就是一个 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 它针对台湾 它始终 视同是一个国家 它没有把台湾 明确的认同为 中国下属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一个父子关系 它把它变成一个平等的 夫妻关系 它一直是这么认定的 虽然 1972年 中日建交之前 发过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 日本政府明确的 表示 要坚持波斯坦公告 第八号决议 这精神 也就意味着 他们原先是承认过 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 但是日本最近 这十几年 二十年 做的很多事情 它已经违背了这个承诺 事实上 国际社会对台工作 做的最多的是日本政府 我们也知道 俄罗斯 它对台湾的这个经济需求 尤其是争取投资 这一块 它做了很多工作 虽然 俄罗斯一直秉承着 所谓的一个中国的 这么一个观点 到目前为止 坚决不向台湾出售武器 但是俄罗斯访问台湾的 这个代表团 它从一般的级别 一直提升到现在的 副部长级 尽管是以 民间人士的身份 去访问 俄罗斯和台北 建立了一个 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是由俄罗斯 总统顾问 来担任 韩国由于特殊的 民族分裂 分离的这么一个事实 那么他们一直 跟台湾有共同的体验 相对来说 韩国政府 即便与中共建交 它也是保持了 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 甚至在其他方面 有更多的合作 只是 它悄悄地在做 没有人特别的注意 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 就很密切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计划 叫星光计划 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个部队 它的名称叫做星光部队 很多人误以为是台军 其实不是 它是新加坡陆军 空军 地勤 以及装甲兵 还有特种部队 组成的这么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呢 在台湾训练 它其实这个关系应该挺早的 六十年代就提出了 六五年 李光耀 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六七年 开始履行一些草案 七十年代 完全开始进行军事上的合作 它这个合作密切到什么程度呢 台湾的空军教官 去新加坡 担任教官 培训新加坡的空军飞行员 甚至一度 新加坡的空军总司令 是由国军将领担任 那么新加坡的陆军 它组建了这个星光部队 从1975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它都是在台湾 实现轮训 这个政策始终没有变过 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来源 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它主要体现在军事上 那么周边相关几个国家 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它有一些特例 你新加坡就是一个特例 美国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变化 其实没有影响到 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 其他国家呢 有一些影响 尤其像日本韩国 它是踩着美国的脚步去走的 说白了 他们是殖民地 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 日本最有可能参与 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 随着川普政府开放了 军舰在台湾的停住 实际上我们看到 第七舰队它又回来了 因为美国明确的 再三的表示过 不允许两岸任何一方 主动的挑起 武装斗争的这种策略 它这条红线不仅仅是 划给台湾的 同时也是划给中共的 所以我们应该能看得到 整个台海危机的过程演化中间 美国的态度不仅明确 而且它是有倾向性的 今年有关台海之间 中美之间会有很多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尽管内地不去报道它 但它会踏踏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我们相信 虽然南海出现了很多热点 有人甚至在吵 中共在南海布置了七个 武装基地 可以进驻大型飞机的 但是南海问题 双方都有可以让步的地方 而台海就没有了 一旦美军的军舰 正式地进入了台湾 相当于第七舰队 又开始协防台湾 这个事实 只是打着一个 不太显眼的旗号 它又出现了 所以不管谁 要是想真正地关注台海问题 不要忽略了 美国人的这一个举动 这个举动 它会引来一年串的问题 国际社会总是有一些小跟班 不停地会 按照美国的要求 按照美国的议员 甚至揣摩着美国的议员 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我相信日本会跑在第一个 因为安倍政权 它在东海的问题上 从来没有送过口 中共在针对安倍政权的 这个交往上 是曾经自己打过脸 安倍前面没有退缩过 这次既然川普政府 有了这么一个态度 我相信安倍政权 会做的幅度更大 我们知道 现在在国际社会中 推动台湾加入 以国家名义 才能参加的一些国际组织 主要的推手 台前最主要的推手 是日本 虽然我们知道 有美国支持 但是闹得最欢的是日本 所以日本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它还是会做着不同的尝试 希望台湾 能被更多的国际组织揭纳 而且是以独立的面目揭纳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从2017年开始 中华民国公民 入境美国的时候 填报的地址 就是台湾了 它在做着一些微小的变动 看得到这个情形的人 应该有很多 但是反应最快的 应该是日本 我相信日本也会做 类似的动作 他们从来不嫌事儿大 他们也非常希望 两岸发生一些问题 在发生问题的过程中间 他们能够获取 台湾对他们更加 从政治上 从明星上的一种依附 因为从经济上 它的渗透已经足够了 接着 就是对明星的攫取 对政客的一些承诺 他虽然实力不够 但是他在美国的默许下 应该会做出一些 过分的举动 即便被打脸也无所谓 因为他们历史上 已经出现过很多 被打脸的这种举动 多一次少一次 无所谓 赢一次 他们就重新赢回了台湾 所以这个美国的小伙伴 他一直在跳 今后也不会收敛自己的步伐 美国只需要 把军舰派驻台湾 就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下面应该不会有 太特别的这种刺激 新加坡 新加坡到目前为止 没有明确的国策上的变化 因为他一直考虑到 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需求 以及寻求 替代新加坡作为中转战的 这么一种辱力 所以新加坡 他还是会以军事联络为主 政治经济 他有一个相关的 默默的一个提升 他这个接触 也是在逐渐的演化 韩国更多的 是以地下教会的形式 在影响与中国接近的一些 就是所谓中国的这种少数民族 朝鲜族的这种影响 它的影响呢 也在逐渐的增加 其实它在背后做的一些工作 主要是地下教会 对两岸之间的纷争 除了经济上 南朝鲜 就是这个韩国与台湾的 这个接触以外 政治上 他一般不会主动的发出声音 大多数 韩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它更多的是体现在 电视台的一些政论人士 发表了一些个人见解 或者说 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言论 由政府出面的接触并不多 未来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俄罗斯方向 他除了考虑 经济上的 对台湾的需求 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动 他最希望的是 台海继续保持安定 因为台海问题 他秉承了波斯坦公告的一些精神 他始终在维系着亚尔塔体系 对俄罗斯来说 远东地区能够维持住二战以后 约定成熟的这些规章制度 比重新治理一个规则要更合适 因为他们始终不想面对的 是亚尔塔体系完全崩溃以后 亚洲部分重新冒出来的 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 北方四岛之间的争议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周边国家中 最不愿意台海出现危机的 是俄罗斯 只是他们的声音已经很小了 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 从历史上来看 台海之间 不管发生任何问题 他都离不开美国 除了美国 其他国家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 只能是一种姿态 不一定非要重视它 只能说你看一看 做一个参考 真正有价值的 只有中美之间的大的变化 有一点不会变 从2017年开始 台湾已经重新成为一个热点 感谢观看